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那些富贵人家连泥土也不要捧一下 却可以住在铺满瓦片的大厦里 只有那些劳苦的人才天天和泥土打交道 样子总是脏脏的 并且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也难以改变命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人喜欢打扮光鲜亮丽 再也不愿意触碰泥土了 也不愿意做又脏又累的活 其实怕脏的人多半没有出息 一 怕脏难以得到领导赏识 朋友老王说上个月 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年轻人小江 小江原来在深圳一家公司上班 因为嫌隙工作时间太长 就辞工作回家了 然后应聘到我们单位 领导安排小江去生产部做机器检修工作 小江上班两天后就觉得工作太脏了 他对领导说 那些机器上面都是油 下班之后手都洗不干净了 再说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经济管理 专专业也不对口啊 小江被调配到生产部做制检工作 这份工作看起来很轻松 但是加班加点的时间比较长 小江加了三天班就觉得很苦了 他找到领导说 我看做制检工作也不太适合我 如果让我当制检组的组长还比较好 到了月底 小江再次被调配到 检修岗位 同时领导留给他一句话 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不合适 你就主动辞职吧 我不知道小江在单位可以待多久 但我看到了他非常不好的一面 总是挑三拣四 还以为自己的很了不起的人物 到单位上班就得当管理人员 那些怕脏的人 总是不愿意从基层工作做起 工作总是很漂浮 俗话说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个人不愿意苦练基本功 一开始就想着要当芝麻官 结果一事无成 人要在社会上立足 就得不怕脏不怕累 在任何岗位上 都要勤勤恳恳工作 想要混出名堂 就得靠工作成绩说话 如果自己创业 那就更要做多面手 最脏最苦的岗位 也要亲自去做 不能够一直当指挥官 二 经受不住苦难的考验 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在大学毕业那一年 考了一家事业单位 他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以过汉烙饱收的生活了 他去单位报到的那一天 单位领导就安排他 去心理化分池 他顿时就忙了 怎么事业单位的工作 就怎么脏啊 他直直吾吾老半天 也不愿意去 还口出狂言 哼 不要以为你们可以随便欺负人 这份工作我不要了 其实 年轻人考入的事业单位 是环卫处 这个单位的工作 就是扫大街 清理化分池 清理垃圾箱 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是待遇还不错 很多人遇到很脏很累的工作 一流烟就跑了 忘记了劳动的本色 结果错失良机 俗话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道理我们都懂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很苦的生活往往也很脏 甚至一辈子都和泥土 垃圾打交道 不愿意苦一阵子的人 多半要苦一辈子 只有愿意吃苦的人 才会越来越幸福 一个人因为怕脏 随便就放弃工作 甚至放弃理想 那么他肯定是一个 意志力不坚强的人 你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大老板 其实都有一段 心酸的创业历程 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是有情人 你看到那些高层的大人物 他们一直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一直都是不在乎面子的人 从来不会看不起最底层的工作 聪明的人都懂得 最脏最苦的事情 往往是考验一个人的事情 只要把事情做好了 不仅磨砺了自己的意志力 还会让自己找到人生的出口 三 怕脏就难以建设幸福的家庭 如果你为人父母了 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玩泥巴 或者担心自己的孩子 和脏兮兮的孩子在一起玩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爱干净 不接触任何脏东西 可是孩子偏偏不听父母的话 令人很伤脑筋 看过一个小视频 一个男孩天天在家门口玩泥巴 把泥巴堆成城堡 还有泥巴做成坦坦罐罐 看过视频的人 大部分认为这个男孩很聪明 也有人认为孩子不务正业 太不讲究卫生了 但是我却看到这个孩子活得很幸福 他的父母包容了他的脏 他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不会被父母责罚 现实生活中 有人靠收垃圾起家 有人当了一辈子的清洁工 因为他们不怕脏都赚到了钱 还有人成为了废品大王 也有人创办了保洁企业 有时候脏也是一份事业 真的不要担心脏脏的孩子没有出息 从小培养孩子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 家庭反而会更加幸福 爱干净和不怕脏并没有冲突 只是有的父母不懂得这样的道理 似乎是有洁癖 在家庭里 年事已高的父母 往往身上有了老年味 他们的衣服洗不干净 他们的饭菜做得口味不好 他们的脸上总是有老年般 当你看到父母越来越不讲究的时候 你就皱眉头 甚至骂父母 你就是不孝顺 父母年纪大了 眼睛不好使了 看不清屋子 你应该理解他们 每个人都会变老 如果你看不惯父母的脏 其实是看不起未来的自己 给孩子树立了坏的榜样 俗话说家何万事兴 想要家庭和谐 你就得有不怕脏的意识 孩子不怕脏其实是一种创造力 是对世界感觉到很稀奇 任何东西都想亲手碰一碰 父母不怕脏 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视力智力都在下降 没有办法爱感情 当你理解了家人 你会发现 家人都很好 家庭也很幸福 一个人的出息 无非就是家庭幸福 事业有成 如果你不怕脏 那么你一定会成为 有出息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